在商业中分析成本和收益来做决策是常见的事情 想一想这个问题 生产10个面包的成本是500元 那生产11个面包的成本是多少 有同学直观地就回答550元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相信大家家政客有制作食物的经验 以制作面包来说 可能买一包面粉做完10个面包还有剩 那第11个面包在计算成本时是不是就会少一点 另外生活中常常听到所谓的规模经济 就是追求生产第1万个产品所需的成本 一定会比生产第10个产品所需的成本低 经济学上会用编辑成本这个词汇来描述成本的变化率 下面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 这题答案不是C of 151哦 因为C of 151是制作这151台机器的总成本 所以想一下该怎么做呢 制作第151台机器的成本 等于C of 151减C of 150 等于括号0.25乘以151的平方 加0.2乘以151加10 减掉括号0.25乘以150的平方 加0.2乘以150加10 等于75.45万元 考虑C of X的导函数 C of X等于0.5X加0.2 成本函数在X等于150的导数 C of 150等于0.5乘以150加0.2 等于75.2 与该公司制作第151台机器的成本 两者的结果相当接近 根据切线的定义 只要成本函数C of X的图形 在X等于150附近 不要弯曲得太厉害 151-150分之C of 151-C of 150 割线的斜率 与C' of 150 C of X在X等于150处的 切线斜率差异不大 经济学家称导数C' of 150 为生产150单位的 编辑成本 经济学上称C' of X0 为成本函数C of X 在X等于X0时的编辑成本 可以解释成 当产量为X0单位时 要再增加E单位的成本 因此我们称C' of X 称为编辑成本函数 另外不知道同学有没有听过 编辑收益 其实对于编辑成本的讨论 可以类推到收益函数 因此对于编辑收益 与编辑收益函数有兴趣的 可以自行翻阅相关资料 透过目前的数学概念 一定可以学习起来更轻松 例题二 设制作X个面包的成本函数为 C of X等于 -0.02乘X三次方 加0.6X平方 加6X加100元 X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100 求其编辑成本函数的最大值 首先将成本函数C of X为分 得到C' of X 等于-0.06X平方 加1.2X加6 同学思考一下 C' of X是二次函数 怎样就会有最大值呢? 有求其值的方法 或是配方法 这边使用配方法 C' of X等于-0.06乘上括号 X平方-20X加100 加6加6 C' of X等于-0.06乘上括号 X-10的平方加12 故编辑成本函数的最大值为12 根据上述结果 可以得知 当生产10个面包时 要再多制作一个面包的成本 是最高的 最后 编辑成本的分析 有助于定价下一个产品 大家有听过 有些欧美中价位的产品 在台湾卖得比产地还要便宜 可以试着想想看 为什么 同学或许会觉得奇怪 产品需要运费啊 怎么可能 但是经济上 充满很多考量与变数 有可能是厂商在 以获利的情形下 额外生产的产品 只要跟其边际成本打平 或是小赚 就可博利多销 也可能透过让利 让产品透过台湾 进军亚洲市场 将上述讨论的结果整理如下 设C of X为成本函数 C of X 0 称为 C of X 在 X 等于 X 0 的边际成本 它的意义是当产量为 X 0 单位时 要再增加异单位的成本 C of X 的导函数 C of X 称为边际成本函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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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